眼前这对雌雄连体人 正是魔教教主姬无双 由于长相怪异 他们一直饱受别人厌弃 就连弟弟喜欢的女人 也是直接拒绝了她 这让姐弟二人心生怨恨 逐渐开始仇视一切正道 于是他们自创了邪派魔教 立誓要对付天下所有正义的帮派 就这样几年过后 魔教的队伍日益壮大 为了消灭代表正义的中原八大门派 其无双便命令魔教的总护法狼女 先去刺杀八大派最有实力的几人 不料当狼女看到一个年轻男子的幻影时 眼神却不禁被对方吸引 说吧 狼女起身离开魔教 此时一旁的姐姐看出端倪 大声嘲笑弟弟的真心错付了对象 随后她告诉对方 勉强不会得到幸福 然而就算鸡无双之道实情 她依旧相信 会有狼女爱上她的那一天 原来刚当的那个年轻男子 便是狼女的心爱之人 武当派弟子卓一航 就在几天前 狼女途进一处村庄室 正赶上官兵在大肆屠杀百姓 心存善念的狼女健壮 连忙出手制止 看到同伴被对方拦腰斩断 一个官兵便扬言要上前将来者大谢八块 可他哪里是狼女的对手 只见狼女轻松两边 就将她斩杀在地 刚刚好八块 其他官兵健壮 本想一拥而上 却也被狼女几遍轻松解决 事后百姓们因为村子被烧 失去住处 他们只能离开村庄另寻生机 不曾想一对夫妇 却因一事慌不择路 来到了一处山林 眼看怀孕的妇人即将领盆 恰巧卓一航在此处休息 丈夫连忙寻求她的帮助 可两个男人怎么会给女人接生 正当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事 狼女走了过来 眼见情况越发紧急 狼女二话不说就上前帮忙 很快便接生出来一个男婴 这让卓一航一时看待 她觉得面前的女人 不仅心地善良 而且面容也十分貌美 可就在她陶醉其中时 怀中的妇人却因失血过多 当场隐秘 为了安抚丈夫 让她以后带着孩子好好生活 卓一航就将师姐何绿华给她的玉佩 送给了对方 看到丈夫没有大碍 狼女转身便要离开 卓一航见此情景 为了认识狼女 她便一路跟在她的后面 随后狼女来到一处温泉洗澡 看着水中狼女曼妙的身材 卓一航再次被欺迷住 可就在她马上要流口水时 狼女发现了她 随即穿好衣服飞身上前 将卓一航拉入水中 为什么要跟着我 姑娘 是你把我们两距离拉这么近 谁看见我的样子谁就要像 哇 那我看见你全身不知道天出地面 听到这话 狼女气得当即甩出长鞭 却不料卓一航武功高强及时躲过 姑娘 别那么大火气了 正在狼女要甩出第二鞭时 魔教突然传来蛇信 要让狼女立刻赶回神宫 于是狼女不再与对方纠缠 当即飞身离开 可这让卓一航感到十分遗憾 等到第二天 卓一航回到武当 没想到何绿华早已在门口等他 并且两人刚一见面 何绿华就要让对方拿出他的那块玉陪 可卓一航已经把他送给了旁人 正在他不知道怎么解释时 何绿华竟拿出了玉陪 听到这话 卓一航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 在他眼里一直正义善良的师姐 竟然会为了一块玉陪随便杀人 随后掌门把他们叫进殿内 并宣布让卓一航带领八大牌 出兵铲除魔教 可卓一航一心向善 并不想引起战乱 于是他提出 可以让师姐做这个统帅 师姐处世英明果断 手起刀落 统领大军这个位子 他最适合不过 虽然何绿华入门更早 武功也颇有造影 但是武当历年来 从没有女子掌权的先例 因此掌门还是将统帅令牌 交给了卓一航保管 殊不知 掌门一定要让他做统帅的真正原因 其实是想让卓一航借此机会 在八大派面前树立威信 日后好接下八大派盟主的位置 然而卓一航并不愿受礼教束缚 而且他知道一旦当上盟主 就会被迫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假如有一天 几乎双要铲平武当 你能不能叫他手下留情 还有 如果有一天 中原让我们统治 要把所有汉人杀光 你又可不可以用你的善心 感动他们 听到这话 卓一航意识到 善良并不能解决江湖上的所有事情 有时候心地善良 也是一种缺陷 而身为武当派继承人的他 要想保持自己的善良 就只能离开江湖 这让卓一航不知道如何抉择 于是他找到好友吴三桂大将军 将此事告诉对方 不曾想吴三桂听后却是大笑不止 只因他觉得 卓一航除了会功夫 其他什么也不会 接受武当掌门的安排 是他现在最好的选择 小朋友 眼光要放远一点 别只顾眼前 为了劝戒卓一航 吴三桂还提出 如果他成为盟主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改变武林的现状 这话让卓一航若有所思 可就在这时 吴三桂的手下带上来几个百姓 因为近期魔教猖狂 所以吴三桂便下令抓捕一切可疑人员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看着眼前生起的人头 卓一航再次感受到江湖的险恶 随后他回到八大派营地 正赶上众人在商议如何铲除魔教 卓一航见此情景 还是不忍挑起战争 于是他把令牌交给了何绿华 自己选择置身事外 然而没过多久 魔教突然袭击大本营 让不少八大派弟子深受重伤 卓一航见此情景 为了制止众人 他拔出路边的杂草 以草作剑 不论敌我 他都挨个打了一遍 此时狼女出现 对着卓一航就是一记长鞭 卓一航看到是狼女 如今他们二人立场不同 因为不能违背魔教的命令 狼女只能对卓一航出手 正当卓一航要坦然接招时 何绿华突然用暗器被刺狼女 卓一航见状 连忙带着狼女离开了现场 来到一个山洞 好在卓一航及时将暗器拔出 狼女这才幸远于难 从此卓一航便陪着狼女 一直在山洞养伤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因为狼女一直没有姓名 所以卓一航还给对方取了个名字 听到这个名字 狼女很是高兴 这也让她更加离不开卓一航 为了日后能一直在一起 狼女决定回到魔教给自己赎身 可继无双听到狼女想要离开 并不愿意轻易将她放走 于是她提出 用狼女的身体换取她的自由 只要你答应准我离开魔教 你想怎么样 随你便 就这样 狼女答应了姬无双 可正当姬无双陶醉其中时 姐姐却突然泼了她冷水 小弟 你舔的她前身都没用了 她的心早就给了别人了 你捡破烂了 枉费我给你连体那么久 你连一个女人的正常反应你都不知道 这是越回越回去了 这话让姬无双恼羞成怒 随即她就驶出魔攻 将狼女击飞出去 你是不是给了别人了 她叫卓一航 她到底给了你什么 听到情敌只用一个名字就能得到狼女 既无双便失去了兴致 为了给狼女一个教训 她再次提出 要想离开魔教 必须在不使用武功的情况下 光脚接受酷刑 如果成功通过 从此她便是个普通的自由人 为了能离开魔教 狼女丝毫不惧 就算路上的刑罚让她双脚流血 她也依旧坚持 可就在她即将过关时 一个魔教弟子突然从后面偷袭 随后一旁的众人便开始意气围攻 因为不能用武功反击 所以狼女只能硬挨着殴打 直到她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众人这才停手 不曾想就在众人都以为她没了气息时 狼女却突然站起 我可以走了吧 走啊 就这样 狼女成功离开了魔教 此时另一边 武当众弟子得知 卓一航跟狼女有了男女之情 于是他们就要将卓一航带回武当 看到对方趋意已决 何绿华便想设计将其骗回 您在师父对你的养育之恩 你也应该回去跟他老人家交代个清楚 听到这话 卓一航一时心软 便跟着众人回到武当 不曾想他刚推开门 大殿内却是尸身一片 等他又走紧 头顶突然低下几滴人血 卓一航抬头一看 上面竟是掌门的头颅 于是他连忙将其取下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掌门的身体 还将二者放在了一处 正当众人沉浸在失去掌门的悲伤中时 楼上突然传来一个弟子的喊声 卓一航见状连忙上楼 询问这一切都是何人所为 然而弟子用尽最后一口气 说出的竟是狼女的名字 这让卓一航一世不敢相信 正巧此时狼女来到武当 武当弟子健壮 当即就要给死去的师兄弟报仇 然而就算众人一起出手 也不是狼女的对手 卓一航见状连忙制止众人 为了听狼女亲口说这一切 跟他没关系 卓一航直言相问 虽然卓一航不愿相信 这一切是狼女所为 但是听到对方没有正面回答 悲伤过度的他 也只能认定狼女是此事的凶手 看到卓一航如此不相信自己 狼女转头就要离开 可此时的武当弟子却上前将其拦住 狼女见状也不再手软 直接甩出长边利落斩杀几人 随后他抓住何绿华 就要将其勒死 关键时刻 卓一航一箭斩断长边 还狠狠扇了狼女一个巴掌 就在狼女回身时 何绿华却趁机一箭将其刺穿 此时狼女的眼中已经充满了怨恨 他不明白 明明昨天他和卓一航两人还如交似漆 今天对方居然能这样不相信他 想到从前两人的一点一滴 狼女内心的执念 让他瞬间从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 这下的众人连连后退 一旁的何绿华健壮 刚要趁机上前偷袭 却被狼女及时发现 一箭将其钉在了大门上 接着他退去红衣 伸出长发勒住其他弟子的脖狗 在一个飞身而上 就将众人全部斩杀在地 此时店内只剩下卓一航一人 不曾想就在这时 武当掌门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话让卓一航一时陷入自责 不料师父见状却突然开始大笑 紧接着便用剑刺中卓一航 随即纪无双出现 卓一航这才明白 武当师们惨遭屠杀 都是纪无双假扮狼女所为 于是他将剑拔出 就要和对方决战 可此时的他身受重伤 根本不是纪无双的对手 只能任凭对方的本 眼看纪无双要将卓一航拉到刀前 危急关头 狼女折返回来 打落大殿的神像 及时制止了纪无双 随后四人展开一阵混战 只见狼女再次伸出头发 缠住纪无双 没想到却被对方抓住破绽 反将他抓到身边 一阵翻转腾挪过后 纪无双就将狼女甩了出去 正在他们得意自己武功无人能敌视 卓一航突然从背后出现 一剑将纪无双劈成两人 就这样 武林中在无魔教教主纪无双 大战平息 狼女含恨离开武当 卓一航知道自己误解了对方 为了弥补过错 让狼女恢复容颜 她便来到雪山 一直等着那朵 能让人烦恼还童的忧谈气花盛开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